双手被靠在背后两名远警戒户带进警局 正姓嫌犯闯屋行妾躲在网咖以为没人找得到 最后还是狼狈落网 根据了解嫌犯其实就是住在这个社区 但他2月和1月一共两次来到隔壁的社区 闯进屋内搜刮财物 妾贼恐怕早已锁定隔壁社区 1月尾随住户进入随机找目标 从楼梯间窗户爬进被害人的阳台 偷走值钱物品 似乎觉得很轻松 大年初一又来偷 贵重物品全拿走 被害人回到家发现东西通通不见 慌张的赶快报警 警方清查附近户口 发现正姓嫌犯过去在其他县市 也有用类似手法闯空门搜刮偷窃 认为他嫌疑重大 比对现场指纹加上监视器画面 确认东西就是他偷的 展开追捕 嫌犯办到细直大 大约一年多 这回却假装是隔壁社区的住户 以惯用手法来偷东西 巫市门口有警卫看守 以为不偷邻居就不会被抓 最后还是难逃罚网 TVBS喜欢刘敏光影新媒体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